不住祈禱主必供應,不住祈禱因為主是信實的 大兄姊妹,你有沒有祈禱呀? 有,多數什麼時候祈禱呀?謝飯? 最近一次,你有沒有祈禱蒙英雲的經歷呀? 有些有,我知道有些有的 最近一次,有沒有一次,你是迫切迫切,很肯,很認真地討告,有沒有呀? 有些都有,有些可能沒有,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當然我們祈禱,如果蒙英雲的話,我們很喜樂,因為最近聽到幾個見證是蒙英雲的 但是當我們祈禱,不英雲的時候又如何呢?有沒有試過不英雲的時候? 又大把呀,是呀,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祈禱,有時候英雲的,有時候不英雲的,跟著我們要怎樣祈禱呢? 祈禱是一個功課 當我們去思考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個個都認識,個個都不認識 所以呢,我們教母同工一齊聚集祈禱的時候 都覺得我們在下半年的時候,要有機會去 不單止去學習討告,也都去實踐討告 所以這次的題目呢,叫做要在討告中經歷神一 二、三、四等啊,穆斯說 所以呢,今天可以說呢,我們學習一下怎樣在討告中經歷神 就是不住祈禱 經文呢,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一至十八節 不過說起路加福音的時候呢 原來路加福音是有很多處是教導祈禱的 每一時候,預測數數字都有五樣 五支數fiction 路加福音手一章,耶穌基督教導门徒怎祈禱 這位是我們熟悉的主導文的一到四節 同樣是十一節,五至十三節 耶稣基督切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祈祷 当我们不够饼的时候 记得那个夜晚不够饼 接着去邻居那里敲门 不断敲门借到三个饼 可以来用 这个是一个比喻 接着就是到了18章 我们今次的经文 就是一个比喻 待会会讲的 接着又有9至14章 是讲一个瑞利和一个法利塞人的讨告 结果个个都求求求求求 简单来说 有机会我们逐个会讲的 结果是瑞利的讨告蒙谁听 因为法利塞人 瑞利 瑞利去应聚悔改蒙神的谁听 而大家不要忽略 到了最后 到了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客西玛利园讨告 大家记得耶稣讨告的那句是什么 那句耶稣就说 父啊 若果可以的话 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 求你让这个苦杯离开我 但是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行 乃是照着你的意思去行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原来所有关于讨告的经文 大家都听过 即是不用说了 假若路加福音 首先出现的主土文 是不单止叫做主土文 叫做是无范的讨告 modal prayer 是主耶稣教导我们 无范讨告的内容蓝本 主耶稣最后一个在客西玛利园的讨告 就是主耶稣的无范讨告的行动 大家明白 首尾呼应 假若主耶稣基督在十一章五至十三节 那个讨告的比喻 不断地敲门借饼 他会借给你 是我们不断地为我们的需要讨告 大胆讨告的时候 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今天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比喻 也是不断地讨告 不断地求的时候 那个法官会为我们申冤 神会为我们申冤 但是当然中间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正确的关系不是在于好像法理财人那样 觉得我各样事情做得很好 上帝呀我真的好了 我是一个义人 同神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在谦卑苦福在神面前说 神好像一个碎利那样 神啊求你遥算我 我罪大恶极 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 在这个时候 神的救恩会轮到 会赦免我们 当神救赎了我们之后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当神救赎了之后 我们新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是向前走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 我们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 不是一个循环的世界观 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人呢 印度人是一个循环的世界观 生命观的 有没有听过轮回这家东西 我们信耶稣人不是的 当神在他创造的时空 时间有开始 有结尾 在中间有救赎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在神的旨意当中 蒙神的救赎 接着我们生命是一直向着 一个方向走的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样就方向走的 所以我们由我们得蒙救赎 去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中间应该有些事情做的 所以耶稣基督直接讨告 教导我们有些什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十八章之前的十七章 耶稣基督说的什么呢 就是教导那些门徒和那些人 就说将来有一天我会再来 再来之前有些什么景象呢 就是会有假基督的出现 会有饥荒 会有地震 会有天象 像不像现在的世代 很像 不过耶稣基督加了一件事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 罗亚的日子是怎样呢 人子再来的时候是怎样 罗亚的时候那些人又娶又嫁 觉得不是一回事的 你跟他说耶稣基督再来 他会笑你的 那像不像现在的时代 有多像呢 所以耶稣基督就快来了 但是在我们蒙得救 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十八章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一年讲了两个比喻 关于祈祷的 祈祷重不重要呢 非常重要 耶稣基督砍头第一句 就已经讲了第一个比喻的重点 的忠心思想 为什么我们要在得救了之后 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祷告 十八章的第一节 耶稣对他们讲的一个比喻 论到人必须常常 祷告 不可灰心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 因为很多时候比喻 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 都有一个重点 大家记住 因为逢亲比喻 都是用地上面生活的事情 来教导我们明白 天上面复杂 奥秘的事情 但是地上面的事情 有没有机会 完完全全表彰 天上面奥秘的事情 记住 没有可能的 所以每一次地上面有比喻的话 都是一个重点 一个用地上面的 发生我们明白的事情 来表达天上一个真理 我举个例 耶稣基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其实就是用当时 犹太人很熟悉 他们有很多葡萄树 流奶与物之地 很多葡萄树 他们探子进去 首先斩那棵就是葡萄树 很多葡萄树 大家都明白 耶稣基督的重点 是说葡萄树与知子的关系 就是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 那是重点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 究竟你是甜的葡萄 还是酸的葡萄呢 究竟是大的葡萄 还是小的葡萄呢 究竟你是真的葡萄 还是索假的葡萄呢 哇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作一大轮了 灵意解经可以作一大轮了 哇 说得好像很心慕 其实耶稣基督的比喻 的重点就忘记了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神讲这个比喻 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点给我们 我们要捉重点 就不要在那些支支支支 然后就开始辩论了 我认为 你是焦的葡萄 我是真的葡萄 我认为我是甜的葡萄 你是酸的葡萄 哇 大家暈倒了 结果反应的重点忘记了 我最喜欢这个比喻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 也讲了重点给我们听 我现在要讲一个比喻 我的比喻的重点就是 你们要常常吐告 不可灰心 清楚吗 清楚 第一 主耶稣讲了 吐告的次数 你们吐告的时候 如果眉蒙英勻的 你们要怎么样 常常吐告 我多喜欢常常吐告 我忘记了 哪个出名的牧师说 他说我讨告不长的 一定不会多过五分钟 但我很少 隔五分钟不讨告 哇 这个就是常常讨告 我又记得那时候 我小时候看 我小时候 那时候在香港 就看国内三次教会 不要胡说 对宗教政策 就说不可以讨告太长 不可以跟年轻人 其中一个就是 不可以太长的吐告之旅 那旁边的姐妹 团契姐妹 姐姐就说 很简单 心里面就是蜜土 不说出来就心里面蜜土 不可以过几多分钟 就秒秒吐告 常常讨告 我们可以常常讨告 不可灰心 不要放弃 继续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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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这些经文 很想和大家读一读 不过可能 刑莫无字的嘛 刑莫无字的话 因为太短了 大家有圣经的话 就打开十八章 一至到八节 是不是很短呢 有电话 圣经 就显到一至八节 我们尊重神的话语 因为只有八节而已 我们起立读一读 我读单数节 大家读双数节 所以每人读四节而已 我读第一节 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论到人必须常常讨告 不可灰心 第二节 那城里有一个寡妇 常常来到他那里说 求你给我心愿 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人 只是因为这个寡妇 常常来烦我 我就给他心愿吧 免得他不断地来纤扰我 难道神不会为就夜呼求 他的选民伸冤吗 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你的一众儿女们 来到你的面前 你祈求恩惠 你祈求怜悯 你祈求 向你祈求 公认我们需要 向我们施恩的时候 主要愿你质以而听 亲爱的天父 愿意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 就发出亮光 主要求亲爱的圣灵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看见 亲爱的圣灵 开我们耳朵 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让我们的生命 因着你的话语而改变 让我们常常讨告 不可灰心 祷告奉靠主耶稣 基督圣命求 阿明 请坐 当主耶稣 讲了要我们常常 祷告不可灰心之后 很快就介绍了两个人物 在某一个城里面 有个法官 接着有一个寡妇 这个法官 这个官是怎样的呢 他不敬畏神 也都不尊重人 在公元一世纪 犹太人很多的地方官 有两个特色 第一 如果他做到地方官的话 当时犹太地是被罗马统治的 所以他会和罗马中央政权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无论他是犹太人也好 或者是爱族人也好 应该这个是犹太人 但是他和罗马中央政权 是有好的关系 就好像在香港 不要胡说 都有和中央政权 比较亲密的关系 这个代表什么呢 因为他和中央政权 有好的关系 所以他的位置是很稳定的 他不需要害怕你的 这个第一件 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如果他可以做到这样 不敬畏神 又不尊重人 代表他和当地的那些有势力的人 又是很亲密的 所以遇到一般人的话 要不需要给你面子 就不用给你面子了 其实和我们古代的中国 是很相似的 但是这样是很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敬畏神 如果敬畏上帝的话 上帝的十戒 以色列地有十戒 他要遵守的 他不可以贪污 不可以做这些事 但是他不敬畏神 他就肯定不会理这些事 他又不尊重人 顶龙是有权势的人 他就给一点点面子了 但是其他一般百姓 他需要不需要给你面子了 又不需要 那情况是否糟糕 糟糕 所以重点就是 在这个城里面 有一个最糟糕的官长 因为我是国语人 常常用糟糕这个字 大家有什么好一点的 广东话字给我 大家介绍给我 最糟糕的一个 就是不敬畏神 拿他母符 就是对他母符 跟着呢 同时间呢 在这个城里面 住了一个寡妇 记住 公元一世 住在犹太地的寡妇 跟我们现在又很不同 现在很多寡妇 可以是生活很好 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就是可以 当时 如果丈夫过了身的话 寡妇是没有势力 没有权柄 也没有财产 孤苦伶伶 我们怎样知道呢 圣经里面 时常说 要顾着孤儿寡妇 因为寡妇 真的没有办法 什么都没有 财物又没有 教会也一再记载 如果练老的寡妇 如果没有子女 来供养她的话 有子女的 就是子女供养 没有子女供养她的话 教会要看顾寡妇 证明当时的寡妇是很惨的 可以说当时最无助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寡妇 遇到一个最无良的长官 这个是很惨的 最好就是没有事发生 但是有没有事发生呢 又有事发生 什么事发生呢 虽然没有 我想大概是这样 如果以我们中国人的背景 大概是这样的 在某个村里 叫做天平村 大概是这样 但是天平村 有个官 他就罪大恶极 贪官枉法 是呀 有吴敬天 也都将人不放在眼内 只是有空和太平紳士 喝茶 做一下队 其他呢 几乎什么都不理 而且贪污成性 但是同时间呢 村里面呢 刚刚呢 有个寡妇 喪子 又喪夫 好像那鹅米那样 非常悲惨 话说 这个六审寡妇 他有一天 他去开他平时打开水的井 这口井 是他先生祖宗流下来 跟他邻居呢 画定地界 就是这口井去打水的时候 谁知道隔壁的轮舍说 阿六审 你以后不用来都去打水了 为什么呀 这里是我死鬼老公留给我的 为什么我们 我们说明了这条界 是那边是你的 这边我可以来打水的嘛 不是呀 你看清楚这条款吧 没错 是以井为 以坡井作记号 但是以树为正 井旁边那棵树呢 是我种的 看看这棵树那些枝 已经伸到那边了 我棵树的枝伸有多长 我们的地界就有多长 计算了那些影子 就是去那里 所以你以后不能打 不行呀 我要来这里打水 没有水喝 我怎么生活呀 那这边的邻居 阿福 快点赶呀 六审过去 哎呀 很可憐 我怎么办 后来他说不行 我要报官 我一定要报官 那旁边的邻居就说 喂喂喂 六审 你报官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官 很贪污的 你知我们的官 你如果没有看看他 根本不会听你說話 你怎样 我去报官 六审就 cholesterol 一步一步 不不不不不不 來者何人回 Liang 差不多 那 purs 官呀 别人抢了我的桌地 郎居们請了我iful老公 给我 Arena 連水都不能打 怎么cal 我怎么些保抗 你覺得很慘啊 你猜一下那個官怎樣 那個官擺明了 不用怕你了 你說什麼 你如果想我聽你說話 有沒有金色那些東西 什麼金色啊 有沒有銀色那些東西 沒有啊 有沒有一張紙那些 沒有啊 我死鬼老公都走了 還有什麼給你啊 我爭了點井 我打點井水給你啊 哎呀不要啊 退堂 下一次是午飯之後 喂 又 好慘啊 又來 退堂 明早先 這個人這麼快 如是者 兩個星期過了 六嬸來了 兩個星期 二七十 十四次 離春是第一個來 不行啦 啊 你一定要為我申冤啊 如果不再不搞他呢 唉 後來到了 十三次晚上的時候 那個官都睡不著 唉 好煩啊 這兩個星期 日日我睡覺的時候 就覺得 好慘啊 怎麼辦啊 後來他隔壁的幫手就說 長官 哎呀 你不如幫一下他 我想想 又是 雖然我不敬畏神 我當神不好 雖然我也不尊敬人 但是我一天被他犯兩次 不小心在街上見到他又繼續被他犯 那也不是辦法 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明天早上 噢噢 喂 啊 啊 快點餵我申冤 好好好 什麼事 就是要拿回口井 快點快點幫他寫 噗 拿回口井 哎呀 多謝你啊 多謝官長 我會打回口最好的井水給你 不要煩 不要煩 跟我走 大概就是這樣的景象 但是竟然這樣的景象 上帝向我們發聲 上帝將一個重點告訴我們 這個重點呢 就在這裡 就是 第六 第六節 第六節 第六節是怎樣的 主說 誰說 主耶穌 主耶穌說 主耶穌說 都是神跟我們說話 主說 第六節 你們聽聽這個不義的法官所說的話 你們聽聽這個慘無人道 這個不公不義的法官所聽的話 這句話其實我們可以默想想想想 如果那個官是不公不義 慘無人道 貪妝枉法 你喜不喜歡聽他說話 當然不喜歡 爭到他死 但是 但是 這裡主說 你聽聽他說的話 那是聽什麼呢 就是 主想他們留意那一句 就是 雖然我是一個不義的法官 他自己也承認 雖然 我目中無神 當神無道 雖然 我也不尊重人 當人無道 但是 哇 他天天這樣煩我都頂不住 我快快快快搞定這件事 成都過了 是神要我們聽這一句 然後 神就說 如果 如果 連一個不義的法官 因為煩 都會為一個寡婦主持公義的話 何況是你的天父呢 我告訴你們 神 難道 難道 神不會為 早夜呼求 他的選民 申冤嗎 難道 神會 擔悟他們嗎 我告訴你們 他要快快的 和你們申冤 然而人子來的時候 見不見到 這樣 有信心的人 信得 信心 當我們解這一句的時候 主要可以花多點時間去講 有些人會誤會 尤其是喜歡靈異解經 就是一個對一個 誰對一個 就會造出很大的困難 因為這裡 這個比喻裡面 有一個不義的法官 有一個寡婦 寡婦代表哪些人呢 代表我們向神祈禱 代表神的子民 這個就容易對 但是這個不義的法官對誰 對神 對天父 如果你喜歡 咬文雀志 你又喜歡 轉牛角尖的話 你就很容易說 哇 什麼神是不義的法官嗎 什麼神做事不義的嗎 什麼… 坐… 這樣又是轉了牛角尖 這裡是說 如果連一個不義的法官 我們不喜歡的法官 在被人煩的情況 都會做些好事 何況是完全公義 完全善良 完全愛你的那一位天父上帝 當我們日夜呼求的時候 他會不會為你申冤 他會不會供應你的需要 當然會 這句話 我們聽下去 我們可能很開心 但有時候我想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想起在中東的基督徒 尤其是在過去的四年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事 過去在伊拉克 莫蘇爾 以前在基督徒的城鎮 那裡大部分的基督徒 差不多被那些恐怖分子殺了 他們有沒有祈禱呢 神啊救我們 救我們的家人 我們正在走 求你保護吧 但是不斷地祈禱的時候 不斷見到親戚一個一個被殺 在這個時候 神啊求你為我申冤啊 在這個情況之下 神會不會為他申冤呢 會不會啊 會 你說神 你說你怎麼這麼肯定啊 我們看回啟示錄那裡也是的 記不記得啊 有一群信徒說 神啊 地上面的人殺你的兒女 流你的兒女的血 要流到什麼時候啊 有天使下來 將白色衣服交給他們 然後安慰他們 請你忍耐一下吧 等數目足夠了 神會為你申 數目足夠 就是什麼時候啊 神的事情 我們相信神 但是神會不會為我們申冤 會 一定會 這裡說 當我們常常討告 不可灰心的時候 神必快快地替他們的選民心冤 而且不會擔誤他們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 常常討告 不可灰心 常常討告 不可灰心 常常討告 不可灰心 我也很喜歡這一段 因為在十一章的五至十三節 有個很類似 就是借頂的比喻 借頂的比喻 借頂的比喻是講自己的需要 但是神不僅供應我們物質上的需要 這裡說的話 是有一個對頭人 即是說如果有一個對頭人 好像剛才六嬸 那樣被人霸佔了一口井 遇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心裡面怎麼樣 心裡面很多冤屈 很多仇恨 很多苦 不知道怎麼說苦 而且被人欺負 沒有那個公義 是心理上很多的搞妖 神會不會垂聽我們的討告 神會不會跟我們出頭 神會不會醫治我們的創傷 答案是會的 神會的 講到這裡 可能已經有些人聽過 我要講一個真實的見證 在我讀神學的時候 我特地去一個 在Cancers的24小時的祈禱室 其實我去參觀 我去那裡體驗一下討告的生活 正如最近麥牧師都去 一間美國教會去 他們門徒訓練直課 我去學習24小時祈禱室 為什麼我會知道有這個祈禱室呢 原來 24小時祈禱室 真是他們24小時 真是輪流 在這裡祈禱 有一批人在這裡祈禱 原來 最先知道 是我香港有一個同事 我回去探望 他們跟舊同事吃飯 我以前教書 很開心 聚集 接著他就說了一個見證 你知不知道 你見不見到我女兒在這裡跑跑 很開心 好像我女兒在這裡跑跑 很開心 我見到很開心 當我女兒幾歲的時候 她的眼睛有一個很奇怪的病 會動來動去 我們很擔心 問了醫生 醫生 怎樣 醫生 檢查好 就說 這是什麼病 我都不記得什麼名字了 醫生就好像定了序 她說 沒得醫 是這樣的 將來就是這樣 跳一下跳一下 是這樣的 做父母的 很傷心 這麼小 你要她將來日子怎樣過 當然我這個同事 都很注重祈禱 因為我知道她定期 她不知道有一個什麼祈禱中心 在香港 在銅鑼灣 有經常祈禱 一期又是幾個小時 她有輾轉 知道了 美國有24小時祈禱中心 她說我暑假的時候 整家人去Kansas 在那裡專心為女兒祈禱 求主醫治 盡量醫治 有這麼多祈禱 只有這麼多 常常祈禱 常常祈禱 不可灰心 她真的照著來做 祈禱祈禱祈禱 祈禱祈禱 祈禱祈禱 24小時祈禱祈禱 我不知道她是幾多晚 她真的很逼切地祈禱 祈禱個日 有一日好像有點平安 見到那女兒 好像也好像較好了 真的好 找醫生檢查 回香港再檢查 也是好的 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你看到我女兒住在那裡嗎 我看到 善 醫好我的女兒 哇,感動,很感動 所以我感恩節假期就上去那裡參觀 然後開車太辛苦,回來後我又病了 但是我是感冒 但是我很感謝神,在整個祈禱的氣氛之下 真的看到聖靈有工作 我得到一個結論,我不是要推廣某些中文 因為有些人問過我的 我記得過禮堂有兩個姊妹,因為都在等換神問我 陳牧師,有某個中派人經常來跟我說要為我病祈禱 你怎麼看? 我說其實,聖經說的是很清楚的 我們可以大膽地向神呼求,也要常常地呼求 但是最終的醫治,誰作主? 上帝說是,上帝有主權,神說是 其實是很清楚的 我應不應該做呢? 我就把剛才的經歷 其實事實上,我在祈禱也試過一件事 就是祈禱的時候,到時候在那個中心下 他說,你們兩三個人一起祈禱 三不識七,有幾個美國人一起祈禱 另外有一個美國年輕人附著我,突然就附著我背部 這邊是有事的 Heal his back 他就知道 總之,這樣就是主 知道就知道 那我就跟那兩位姐妹說 我們有病的時候,可以放膽討告 常常討告,求主醫治 不過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神有他的主權 神可以就這樣醫治 神可以藉著醫生醫治 神亦都可以直接醫治 但是有一件事,我又問那兩位姐妹 你們有沒有常常祈禱? 有沒有常常祈禱不可灰心? 不如我們做個試驗吧 門徒訓練開始 我們星期五早上六點半 就為這個詩情祈禱 然後,哎呀,很難起床 很慘 是不是? 早上起床很困難? 口困難? 是 我說不是 很多時候,我們連求都未求 那我們怎樣可以 由討告的當中 經歷上帝呢? 我們可能如果要學習 討告第一的功課 我們需要的是討告的態度 討告的行動 上上討告 不可灰心 至於其他的那些 請聽第二講,第三講,第四講 文牧師會講 我都會講 還有,大家參加門徒訓練 門徒訓練的時候 會教導你祈禱的種類 祈禱的目的 祈禱的態度 祈禱的操練 大家參加門徒訓練 逢星期二晚上七點至九點 當然 可能在座各位 你今天聽了今天道 有些人說 我很想和神有一個親密關係 我很需要常常討告 我真的有一件事情 很需要常常討告 但可能你是聽了很久的福音 你還未接受主耶穌基督 可能今天你需要第一個討告 就是好像跟著說那個稅里 這樣說 主呀,我知道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的思想行為有很多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 我願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只有那些接受了耶穌基督 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只有那些罪得赦免 和天父建立和好關係的人 他才可以無懼怕地來到這位聖結公義的神面前 常常討告 要求神來為祂申冤 要求神來醫治祂 要求神供應祂的需要 要求神醫治祂的兒女 醫治祂的親人 做一切大能的事件 事情在討告當中經歷神 讓我們常常討告 不可灰心 我們唱一首回應詩歌 這首回應詩歌叫做 當轉眼仰望耶穌 在你生活當中 在我們等待